要是我最大的改变呢 我觉得是很多人很多人在问 会不会要二胎 既然我要生小孩的话 那我要生 就至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吧 世界难题 很难很难 你就是把这个情绪憋在自己的心里面 想知道Vicky和迪伦的MBTI 早上的咖啡还没喝完 刚才去热了一下 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Q&A 但是想做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然后顺便就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我感觉 现在是不是没有人在做这个主题了 我们就是来怀旧一把 先上个底妆吧 我之前用的粉底也用完了 所以呢我想起来把它用 然后我觉得它的妆效还挺好的 就是很适合 有的时候需要 你看我这里 就是我下巴这些地方呢 会有一些痘痘嘛 所以我感觉它出来的妆面呢 还挺好的 OK刚才我看到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妈妈之后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改变很多 我觉得要说我最大的改变呢 我觉得是不纠结了 就是也不是完全不纠结了 就是少纠结了 因为没有时间 买东西啊 或者是要做什么决定 就是想说 哎呀这个我要不要去做呀 或者是哎这个东西 我要不要买呀 我现在直接就是买 然后做 没有多余的时间 给你去思考 到底要不要纠结这件事情 实在不行的话呢 我再去退货 也不要我在那里想半天纠结半天 开呀 现在已经17个月了 你感性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当妈妈其实也快一年半了 我经常都会收到私信 或者是看到留言说 到底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 看着小开呀 或者是看着我们的生活 觉得好像很幸福的样子 好像生小孩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但是我真的 生小孩你真的要慎重慎重 慎重再慎重 生完小孩之后 生活的变化的之大 是我自己来讲 可能都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 当然我知道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做好准备 说要一个小孩 我已经是一个非常渴望小孩 渴望家庭的一个人了 但是生完小孩之后 对我的一些改变 一些变化吧 真的是我始料未及 或者说我之前并没有觉得会有的 我底妆上好了 它是不是就是效果还蛮好的 我是混油皮吧 我觉得它这个底妆是那种比较亚光的妆效 还蛮好的 遮瑕力也不错 我会再用一个hourglass的这个遮瑕 我有两个色号 一个是拿来遮痘痘的 我用的是cotton 另外一个我是拿来提亮的 用的是birch 应该是它最白的一个色号了 轻轻的点在我想要遮的这个位置 然后可以稍微的让它等一等 提亮就是稍微可能鼻子这里 然后眼下这里 只要一丢丢 它这个还蛮强的 很多人很多人在问 会不会要二胎 会不会要老二 其实我说实话 我还没有想好 在生小孩之前 我一直想的是 既然我要生小孩的话 那我要生三个 我现在觉得我当时的想法也是很狂 我本来想说生两个 那我觉得生两个的话呢 那还不如生三个 但是我在生完了一个小孩之后 我现在就是 谁爱生谁生 反正我现在不想生 大家知道我们是做的试管 生的小孩嘛 所以呢 如果我还想继续生小孩的话 我们也有动的胚胎 我可以继续就是开始移植 当然这也不保证 我一定就会很顺利的怀上小孩啊 但是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我跟迪伦 我感觉我们两个都还没有 从这个生小孩的PTSD里面走出来 带小孩的头一年真的是最难最难的 我怎么跟大家形容 就是有小孩的这件事 因为我很多人还没有生小孩嘛 大家就是很好奇 就是觉得说生完小孩 跟不生小孩之前到底有什么变化 我就这么跟大家形容一下 小孩子呢 他就是一个完全无法自理的人类 整个成长过程呢 就是在从完全无法自理 到慢慢可能可以自己坐起来吃饭 然后再到可以走路 然后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至少我觉得在一岁之前是这样的 要有一个人去照顾这个完全不能自理的生物吧 不然他怎么活下去 我也不是说就是你有保姆啊 或者是有人帮忙就不好啊 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对这个小孩的负责人肯定是你 当然每个人家里面的情况或者是想法不太一样 这个就另说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既然生了小孩 我想要认真地参与到他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就是生小孩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我自己来讲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我人生的一个体验 可能这个想法比较自私吧 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出发的 但是生小孩这件事情本身来讲也是比较自私的 因为没有小孩是告诉你说 妈妈我想要来这个世界对吧 是你想要生小孩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是想要体验拥有小孩 把它抚养成人 这样的一个人生体验 那基本上来讲 你的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比如说看电影啊 去健身啊 这样一些你已经长大成人的一些高级的一些人生技能 你就只有先往旁边放来照顾这个小孩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生完小孩 在医院的那个晚上 我真的就是整个这个concept 这个概念就是hame 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的让我的大脑反应过来 接下来我们的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会牺牲很多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爱好 自己要做的事情 甚至是自己的工作 因为你要照顾这个 还不能够自理的生物 当然这个东西呢 是暂时性的 就是它至少会慢慢地长大嘛 小朋友一岁之后 到现在还一岁半 已经比以前好待很多了 当然我知道现在就是 大家都是提倡 你有了小孩也要自己的生活啊 但我觉得在新生儿阶段 真的很难 当然你可能慢慢地 比如说现在 或者我觉得小孩三岁五岁 去上学了之后 也许你可以慢慢地找回你自己的生活 反正就是奉劝各位 如果要生小孩的话呢 就至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吧 也要为这个生命付出很多 牺牲很多 我底妆现在差不多 涂了个虫膏 然后上一下散粉 稍微定个妆 我们身为小孩还有点心 我还没有 就是这么快地做好准备 说又要怀孕 因为就是整体的过程 虽然我觉得我并不是最难的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痛苦的 终于好像有点找回自我了 你又让我重新再来一遍 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有的时候看她开呀 我真的是觉得可能 就是我感觉我太爱她了 我有一点不想要把她 给她的爱 再分给另外一个人 我不知道怎么说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那我如果有二胎之后 我势必会要把我的精力 和我的时间分给第二个小孩 我不想 我就想要全心全意的 把我所有的爱都给开呀 对可能就是有点这种心情吧 然后呢还有很多人 就是想要听狄伦 学飞行的这一块的事情 我看以后有没有机会 就让她单独做一个视频 安全感是只能自己给予自己的妈 以及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 应该如何正确健康的建立 你别说我最近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你生命中重要的人 可能无非就是你的父母 你的小孩 然后还有你的另外一半 可能有的时候另外一半 还不能够跟你走到最后 或者是父母也不一定能够陪你走到最后 小孩他长大了也会离开你 人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孤独的 终极的安全感确实是只有你自己能够给予你自己的 好的支持你的家庭 真的是你最强的后盾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你一个很强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 虽然我们都知道就不能够依赖婚姻里面的另外一半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不好说了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里面的心态呢 就是做好了最坏的这个打算 但是既然我在这个婚姻感情当中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相信对方 然后把自己的一部分安全感的建立在另外一方上面吧 如果你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你的另外一半的话 你们的关系应该也不会说特别好吧 然后我一直觉得两个人不管是夫妻恋人之间还是朋友之间 这个信任的建立都是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 就像盖大楼一样 我觉得我之前好像也有用过这个比喻 可能一开始两个人都有所保留 然后会一点一点的尝试 这个信任呢就在这一次一次的可能小小的试探当中 慢慢的建立起来变得越来越扎实 然后越来越稳固 一旦中间有信任的危机崩塌了之后 我感觉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有点难修复有点难建立 然后我自己是这样一个感觉 眉毛呢还是这个refy的 我会再让这个水眉笔稍微再画一点点毛流感 如何平衡带娃和工作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世界难题 很难很难 当然我肯定要感谢大家 就是有大家的支持 大家看我的视频 我才能够做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我可以自己在家拍视频 我也不用就去到一个地方上班 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陪小孩 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生完小孩之后 我其实有想过要不要全职在家带娃 现在的生活也有一点点这种类似 但是呢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的工作 所以有点点两头都在兼顾的感觉 然后有点点蜡烛两头烧 在大家看不到的时候 就是有点点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当然我不是要在这里抱怨的意思 我很感恩我有自己的这样一份工作 就我也知道很多人就正常的上班大家也加班 大家平时上班也都累得跟狗一样 所以我很感恩谢谢大家这么多年以来的支持 然后说回到平衡工作和带娃 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个平衡 如果你只是带娃这件事情来讲 可能一开始是有点累 但是你稍微掌握一点规律了 或者理得比较顺了之后呢 其实是还好的 痛苦和难的地方在于 你在照顾这个小孩的同时 你还要工作 你还要兼顾别的其他的事情 这个是最难的 是一种选择上面的拉扯 然后一些精神上面 还有你体力上面的一个要求 就是你一定要有非常非常好的体力才行 我觉得可能不知道怎么说 应该是母性吗 还是怎么讲 就是你生完小孩之后 就是你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 想要照顾这个小孩 照顾这个家庭的这种感觉 想要做一个全职妈妈 我觉得是OK的 但这不代表你 就是一辈子都是这样了 这种时间只是短暂的 可能两年三年 你之后可以再重返职场 当然我坐在这里 就这样说话不要疼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说 重返职场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些社会问题 或者现在的一些主流的一些思想价值观 可能就是比较难改变 没有具体的plan 但是我确实想要带爸爸妈妈出去旅游一下 就是在可能12月 现在迪伦他的schedule也是比较不确定 所以还没有具体的plan出来 还没有具体的订机票什么的 回答一下B站这边热度最高的一个问题 夫妻而人情绪都很稳定 想请教是如何保持的 大家好像都觉得我的情绪很稳定 没有崩溃的时候 或者是感觉好像把家里面的任何事情安排的紧紧有条 没有 我经常都会 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 如果有什么事情堆在那里的时候 我会很容易焦虑 但是我又是一个同一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的人 所有手头上的事情按轻重缓击 可能列一个顺序 然后就什么都不要想就开始去做 完成一件事情之后就把它划掉 然后这样一件一件做下来 你给自己一个秩序 专注于当下要做的这件事情 然后才不容易焦虑 年龄的增加 阅历的增加 你可能越来越从容 越来越淡定 所以这可能是大家觉得我们两个情绪很稳定吧 两个人都是事事有回应 是怎么做到的 有不回应的时候吗 有啊 大家可能看视频也知道 我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 但是迪伦呢 可能觉得无所谓 偶尔在一些节日的时候 他可能比如说会忘记送我礼物啊 或者什么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会失落 我可能还是会不开心 然后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的沟通吧 我会跟他讲说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 我希望你能够重视 就是一定要说 因为女生很多时候就是不愿意说 想让对方猜自己的心思 但是我真的 我这么多年下来 我就是觉得 不要让对方猜 你就是把这个情绪憋在自己的心里面 想很多事情 你会很难受 但是对方其实完全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那他如果足够重视你的话呢 他一定会为你做出改变 如果他真的没法做出改变的话 那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对不对 你要不要再重新思考一下 迪伦这点比较好 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回应的人 就是每天他会做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就琐碎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跟他提了一嘴 说下水道需要通一下了 或者是我跟他说 我这个地方需要一个镜子 就可能头天晚上会跟他提一下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他就会记得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点是他很大的一个优点 他是属于那种经历比较旺盛 然后闲不下来的人 他都会找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做 然后比如说家里面的院子啊 家里面的家务啊 他都会参与 其实他上班也很辛苦了 但是他就说他上班是去度假的 因为他也知道 就是回家带小孩才是比较累嘛 所以他回来之后呢 都会尽可能的帮我做很多事情 或者是如果我跟他说 我想要吃这个牛角包 想要吃这个甜点 他会立刻带我去买 简单即时 但是又真正有效的一种 给对方关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吧 眼影呢 最近又用回了Overtake 看我这个都已经铁皮了 还是很好用 然后我快速的来贴个睫毛 OK 我眼妆化好了 现在上个腮红 这个色号妆 she's given 这个超显色 欧美现在很火的 就把自己化成猴子屁股那种的 我们不需要这么显色 我已经有点手中了 我刚才又看到一个问题 说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 有个人就说 真的很想问 有孩子的女性 你们的老公会有这种疑问吗 就是认真的发问 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觉得是 就是为什么总是 女生会要面临 家庭和事业的选择 但是男生就没有呢 之前就是我有在看一个人说 他说可能女生生完小孩 就可能是从荷尔蒙 就是更想要照顾这个家庭 但是男性的话呢 更想要provide 给这个家庭 就是更多的是经济上面的一些支持吧 这也是我最近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吧 我也没有答案 大家如果看到什么好的解答 什么可以答应我或者留言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想知道产后瘦身 我也经常看到大家问我怎么产后减肥瘦身的 可能这一年以内吧 都没有在减肥 然后最近因为爸爸妈妈来了嘛 我觉得我还稍微长胖了一点 我觉得我就是现在能够在产后很快的 就是恢复到和以前差不多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原因 就是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 一定要控制住 当然我不是说让你就是不吃或者饿什么之类的 就是不是有那个很健康的体重增长的那个表格吗 你就大概按照那个来 好生完小孩之后 因为我是母乳 所以我感觉那段时间也很瘦 以至于食欲变好了之后 断奶了之后反而还容易有一点点腐胖 可能还是一个平时的节制吧 然后上一个唇膏 这个还是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的这个342 这个颜色配这个粉色腮红就很适合 因为它是那种美粉色系的 今天的聊天真的是很难 就是当代的女性 特别是有娃以后的女性 真的好难 有了孩子之后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娱乐生活呢 比如旅游之类的 会不会被束缚不自由的感觉 我已经结婚四年 还是割舍不下自由的生活 下不了生孩子的决心 你是对的姐妹 比如说旅游吧 就是我跟迪伦已经算是带小孩旅游比较多的 但是带了小孩之后真的会不一样 然后你自己旅游的一些类型 要去参观的景点 你选择的酒店都会因为小孩有变化 我这么说也是因为 可能把小孩放到比较重要的位置 如果你就是想要说 小孩跟着大人的步调的话 你不要太care小孩子的话 你可能还是会好一点 但是肯定是会不一样 我刚刚去夹了一下头发 然后不知道大家看不可能见 这么长一根白头发 我看到有人问说让我推荐纸板夹 我推荐GHD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 就是我自己在亚马逊上买的是 我的发型师之前推荐给我 那个会稍微便宜一点 然后GHD呢就是大品牌有保证吧 夹的也很好 也不刮头发 也很快速 OK那我们再继续回答一些问题 会从孩子去daycare吗 我们现在其实有在给kaya排一个 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幼儿园 当时我们去排的时候 她说大概要等9到12个月 所以还挺久的 但是呢我排队的这个过程中嘛 我又有点不想送她去 就是想再等一等 本来是想说一岁半送 然后现在想说两岁送 可能只有想说三岁送 可能也是在变化的这样一个思想 在北美这边 如果你是双职工的话 你没有办法 你只有把小孩送去daycare 如果排到的话呢 到时候再看吧 可能先送她去一个 那么一两天 然后看看她适应的怎么样 如果她很喜欢的话呢 可能会开始送她去幼儿园吧 然后有人问我的运动频率 怎么保持身材 有点惭愧 就我自己经常说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精力 没有这个时间 但说白了 其实就是懒 洗衣洗时间总是会有我的买 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多运动 去年的圣诞节迪伦送我的礼物 就是去上普拉基的package 现在已经10月份嘛 11月了 我都还一节都没有去 所以呢我也想在今年年底结束之前 把那个package用掉 分享一下滤镜或者拍照的app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多人问 我等一下完了 我就要写在我的那个 Instagram下面的简介里面 拍照基本上都是用手机 这个光线怎么突然一下就没有了 我现在用的是14 Pro Max 有的时候呢 还会用FUJI的那个X100V 但是我好像 迪伦跟我说她停产了 里面有一些自带的滤镜 直出的片就已经很好了 然后如果是手机拍的话呢 爱发Live 2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如果有调色的话呢 用的就是Visco的调色 比较喜欢用的是J5 A6啊 A4 还有A10 都是比较喜欢的 会考虑交开呀 成都话吗 想但是很难 能够教她普通话和英语 都已经很难了 很多时候我想要教她说中文 但是可能在外面 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会不自觉的把 那个英文的名字告诉她 但是我爸妈现在不是在吗 我都让我妈 就平时如果没事的话 就可以跟凯亚说四川话 我觉得没有关系 想知道Vicky和迪伦的MBTI 我记得我是ISFJ 然后迪伦是什么 我有点忘了 我到时候如果知道了之后 会打在这里 反正我们两个都是I人 还有很多人问什么时候拍 Room Tour或者House Tour 我 盖亚醒了 姥姥在外面照顾她 我很快录完 我可能不会拍这个房子的Room Tour了 我的Vlog里面 大家每天看我们房子 都大概知道 每一个房间长什么样子了吧 所以可能暂时不会拍了 我发现很多人在问 会不会回国发展 不管是回国住 或者是回国直播 反正直播应该暂时不会 回国发展呢 可能暂时也不会吧 因为大家知道迪伦现在正在她的事业上升期吧 可能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说我们要全家回国发展 可能不太会 可能以后会比较长可以回国去旅游 还有很多人问我的戒指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最近就是我还刷到一个小红书的帖子 我周围的朋友也都刷到那个帖子发给我看 就问我的戒指 像很早很早以前分享过吧 这个当时是在Blue Nile那个网站上面买的 Setting是最经典的六爪型 然后大小的话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记得是1.53 好那今天视频就差不多聊到这里 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吐槽 然后抒发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吧 那也感谢大家听我说这么一大堆 好那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